隐蔽中年 电影故事介绍 奥斯卡影帝Tom Hance在影片《隐蔽中年》中 活灵活现地扮演了一位表面上看起来刻薄、孤僻 并且爱发牢骚的官夫Otto 影片一开始看到Otto去超市买绳子 他只想买五英尺 而按照商店的规定 他必须买六英尺 也就是他非得为他不需要的那一英尺绳子付钱 这使他很恼火 他找到商店的负责人反映这种定价的不合理 后面的顾客等得不耐烦 表示愿意帮他付那三十五美分的差价 可是Otto就是不能接受这种不合理 Otto买绳子是因为他太太Sonia六个月前去世 他生无可恋 决定上吊自杀 没想到把绳子挂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不太结实 Otto没死成 重重地摔在客厅的地上 这时屋外很吵 搬来了一家新邻居 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妇 男的叫Tommy 女的叫Mariso Mariso有两个女儿 Ebby和Luna 而且Mariso还怀孕了 Tommy停车的技术不高 在Mariso的指挥下几次都停不好 Otto实在看不下去 直接上车帮着对夫妇把车停在门前 Mariso和Tommy带了做好的食物 去Otto家自我介绍 Otto虽然接受了食物 但是他并没有对新邻居表现得很热情 Otto第二次自杀 选择在车库里 他开着汽车引擎 想靠吸入一氧化碳达到目的 可是没过多久 车库外面有人敲门 Otto只好开门 Mariso请求Otto开车 送他和女儿去医院 因为Tommy早上跟Otto借了梯子 想修理二楼的窗户 可是一不小心 Tommy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被送进了医院 Otto虽然很不情愿 可是也答应了Mariso的请求 两次在家自杀都不成功 Otto决定去火车站跳轨 Otto在离月台边很近的地方站着 等火车进站 这时旁边有一个男人忽然晕倒了 跌到了火车铁轨上 周围等车的人都吓坏了 很多人只顾拿着手机拍视频 竟然没有一个人施救 Otto实在不能忍受 他跳下铁轨 把那个男人救起来 推上月台 他自己则站在铁轨上 昂然迎接 飞速进站的火车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旁边有一个乘客向他伸出援手 Otto考虑了一下 最后他把自己的手伸过去 在列车进站之前跳上了月台 周围有乘客把这惊险的一幕拍了下来 Otto立即成了当地网络上的无名英雄 有一个年轻人叫Marcom 经常骑单车 在Otto居住的小区派发报纸 一天Marcom认出 Otto就是他以前老师Sonya的丈夫 Marcom告诉Otto 他是一个变性人 当时只有Sonya带头称呼Marcom 变性以后的新名字 这让他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Otto发现Marcom的单车链子不顺 主要是变速器的问题 Otto主动帮他修好了单车 Otto第四次想吞枪自杀 他正准备扣动扳机时 楼下有人敲门 这次是Marcom 他被父亲赶出了家门 他希望可以在Otto家借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起床时 Marcom还炒了鸡蛋 煮了咖啡 这让独居的Otto感觉不错 开始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Mariso请Otto教他开车 起初Otto不肯 后来Otto担心 Mariso跟其他邻居学了不正确的驾车方法 就决定自己教Mariso 后来Mariso终于了解到 Otto的愤世疾俗 是因为他的太太Sonya 初次怀孕六个月时 Otto跟Sonya一起去 尼加拉瓜瀑布旅行 回程时 巴士的刹车发生问题 翻车了 导致Sonya小产 最后Sonya要在轮椅上度过下半生 在Otto居住的小区 还有一对年长夫妇 他们是Ruben和Anita 发展商 总是想收购这对夫妇的房子 他们联系上了 那对夫妇远在日本工作的儿子 想把中风的丈夫Ruben送到安老院 然后把患有早期认知障碍症的Anita也送走 这样儿子可以替父母做主卖掉房子 但实际上Ruben和Anita只想住在这个小区安详晚年 Otto在发展商收购邻居房子的时候 邀请网红现场直播 揭露发展商为了金钱 不合道理的做法 最终 邻居夫妇的房子得以保留 小区居民都感到非常开心 这时Otto却突然晕倒 众人把他送到医院 原来Otto有先天性的肥后型心肌病 Otto进医院时 已经把Mariso一家视为自己的亲人 他主动向邻居伸出援手 性格也逐渐变得开朗 当Otto知道Marcom需要一辆车 就把自己的旧车改装好 送给Marcom Otto慢慢走出丧气之痛 开始了新生活 过了几年 一个冬天的早晨 Mariso一家吃早饭时 发现Otto没有出来铲血 他们立刻跑到对面Otto家 发现Otto心肌病发 倒在床上 在Otto葬礼上 大家怀念Otto的为人 Otto把他的财产全部赠予Mariso一家 而且他只允许Mariso开他的新车 不允许其他人开 这部电影的故事非常有趣 充满黑色幽默 编剧的功力也很高 影帝Tom Hans的演出 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 饰演Mariso的Mariana Trevino 非常抢劲 电影故事笑料百出 而且有时笑中带泪 嬉笑的同时 我们也会反思 现在的社会到底怎样 我们过往可贵的价值观 哪些还值得保留呢 这的确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电影 感谢观看